Hello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10月17號早上10點半 美股昨天在財報優異表現的情況下 導致四大指數紛紛呈現大漲 漲幅度2%到3%這邊 台股今天也受到這個 因素激勵而導致大漲 中哥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還沒有回補缺口的時候 這邊多方都還沒有取得發球權 也就是說 在回補缺口的時候 多方才有機會再往上走一破 那在談到台股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股 美股因為財報優異 導致SP500 在這邊上漲了2% 但是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 上漲了2% 但是 這跟長黑K的 一半 都還沒有站上 所以在這邊 中哥認為他只是一個跌升反彈 你反彈 至少要反彈到長黑K的一半 才有機會再往上走 進而過10月10號 這根長黑K的高點 所以中哥在這邊認為 他會以盤整 來修正 乖離率 那為什麼會用盤整 來形容 目前的盤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大指標 中哥之前曾經一直跟大家講 這兩個指標 你要去多留意 那昨天財報有益 財報有益 經濟數據有益 FAD可能在12月 會再持續去做升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兩項指標 美國公債殖利率指數 跟美元指數 都沒有呈現上漲的情形 反倒是呈現一個區間的走勢 所以這也是中哥跟大家講的 目前盤 會用 橫盤整理來去修正 這個乖離率 但是投資朋友 這個區間 非常大 雖然我們講說橫盤整理 但是這個區間卻是高達600點 所以你在這邊 做多強反彈的 做空的 你都要控制你的資金水位 不然這邊上上下下 破洞這麼大 你很容易被修理到 那昨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歷年來長黑K的走法 你可以看到 長黑K之後 還會再回撤打第二隻腳 盤整完之後 等突破之後 才有機會再走 新的一波 所以投資朋友 在這邊如果你太過去激起的話 很容易被修理 所以這也是中哥跟大家講的 中哥在這邊 會等 回補缺口之後 確認多方已經取得8球權 中哥才會在這邊去做動作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盤整了這麼久 直到這邊 才往上做攻擊 那我們再看到 近一點的例子 2月6號 你可以看到2月6號在這邊 也是盤整了一段時間之後 過了 長黑K的高點 才要開始走新的一波 所以中哥這邊跟大家講 在這個區間盤整 上下坡洞會非常大 那直到站上了長黑K的高點 甚至是回補缺口之後 才有機會再走新的一波 那你可以看到 這跟2月6號 長黑的 之前的跳空缺口 一直到這邊 才做了回補 那 因為回補了缺口 在這邊指數才又搞了半年 那這次的缺口 會不會回補 我們不要去預設任何立場 那這邊如果缺口沒有回補 往下 就是主跌段的開始 所以多方 一定要在這邊先做回補缺口的動作 之後 才有機會再往上走一波 那在這之前呢 就是先看待 長黑K高低點 在這邊區間去做震盪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這個缺口 必須要先去做封閉 那才有機會再往上漲 那這個區間呢 非常大 9700到10300 所以這種就跟大家講 就是你不管要做多 還是做空 多空都有機會 但是你的資金水位 一定要控制得非常好 那大盤呢 如果要可以往上漲的話 必須靠的是什麼 人氣指標股 被動元件 矽晶圓 甚至是工具機 來帶動人氣 那人氣進來之後 加權指數 才有機會再往上攻堅 不然在這邊 還是會 頭性的盤 法人的盤 那 你可以看到 被動元件 國具在這邊 已經打了一個底了 那你可以看到 短期平均線 這邊已經開始要糾結 打平 那這種就跟大家講 被動元件 一直來 自動哥都跟大家講說 你要等待一個長紅 來確認底部形態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 你認為這邊 就是個底部 你也可以是先做買進 但是 萬一往下呢 往下 你一定要停順 所以我們不會在盤整的時候 去做 買進或賣出個股 一定是等它突破 或者是跌破 有個方向出來之後 我們才會進場去追 人家不是也說嗎 車子發動的時候 你再跳上車 那在這邊 車子還是靜止的時候 你就是等待 車子發動的時機 開始往 上走 還是往下走 那你就是跟著 跳上車就好 那萬一在盤整這邊 先進場的話 如果你是做多 做多 往上 不好意思 做多往下 你就是要先停順 做空往上 你就是要停順 所以在盤整的時候 我們就是等待 他一個方向的改變 那跟大盤一樣 大盤現在在區間去做 橫向整理 去做震盪 那也是等一個方向出來 我們要去調整部位 所以多方要看 區間的缺口 有沒有去做回補 那細節也一樣 一樣這邊感覺是有個打底 那短期 短期的平均線呢 再過幾天也有機會去做打平 那同志朋友 一樣是等一個長紅K棒 來去做 做確認 那工具機 雅德克 在這邊呢 也是感覺有在主體 但是他的均線糾結 比較亂 所以他可能還會整理一段時間 整理會比較久 那這種就跟大家講 當短期平均線已經開始拉平 那就是等待一個長紅K棒確認之後 我們再去進場做 做買進 那在這邊還沒有進到長紅K棒之前呢 你不要照進 那在超跌之後呢 宋哥一直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建立起你自己的標準 你只有在你建立起自己的標準之後 你才能衝容面對行情 建立起你自己的標準之後 行情不管是漲 或是跌 你都能很衝容的去應對 當行情有危險的時候 你不會去聽信市場上那些跟你畫大餅的人 這些跟你畫大餅的人 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的標準 那當你有自己的標準的時候 當行情再跌的時候 你不會還在裡面等待人家說的報復性反彈 你一定會馬上做停損 當你有自己的標準的時候 你才不會大盤已經跌1000多點 你才在那邊做停損 不管你是主動式停損 還是被動式停損 都好 你才不會在1000點的時候才能做停損 再點1000點的時候 自動哥已經是要進場去做 強反彈了 所以 投資朋友 你在這邊 自動哥很語中心長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建立你自己的標準 那自動哥的標準 三日假加上季限 投資朋友不妨可以參考勇敢看 當你建立自己的標準之後 人家跟你畫大餅 什麼基本面會強談 什麼報復性反彈 你都不會 放在心上 你都只是聽聽而已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有一個標準 你知道接下來你要做什麼動作 那自動哥再一次跟大家講 趨勢 就是一再重複發生的事情 直到方向改變 當這個趨勢 一直在往下跌 甚至或一直在往上漲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隨便去變換你 進場的方向呢 當行情在漲 你就是勇敢的抱著他 看著他上去 當行情在跌 你就是勇敢的抱著他 看著他下去 投資朋友在這邊 你在投資上 不要照鏡 一定要耐心 因為行情是爆出來的 當你有自己的方法的時候 你 真的遇到行情的時候 你才抱得住 不然在1200點 你是抱不住了 所以投資朋友 自動哥在這邊跟大家講 你要建立起你自己的標準 那如果你建立起自己的標準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來找自動哥 自動哥的 FP 鼓起膠子 或是Lighter 歡迎大家加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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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